进入到夏季 一连串的台风 有可能会横扫台湾带来超级豪大雨 台湾民众如何做好防水准备呢 独自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广小新单元 就特别制作了防水大作战的专题 带观众一起来看 尤其呢 台湾现在是梅雨季 豪雨来袭 很多地方都淹水 房子泡在水里头 保险业者就提醒大家 其实哦 买火险的时候 可以附加来投保台风洪水险 包含了家电 家具这些洞产 是都可以理赔的 不过呢 记得要先拍照 也要注意必须在五天之内 提出申请才有保障 豪雨来袭 部分地区大水 甚至灌进屋内 家电家具全都受损 像这样的水灾险理赔 投保前可是有秘诀 你可以在买这个火灾保险的时候 同时去买有关这个台风洪水的附加险 应该不到五个percent吧 不过很多人误以为只有住低楼层 才需保台风洪水险 其实高楼层玻璃遭恐风吹破 也算在理赔范围内 以每一百万的保额来说 保费大约两千多块 不过要注意 动产方面会计算折旧率 以使用两年的电视为例 理赔会打折大约一半 而且五天内就要完成申请 人来人往的征销动路 这次也成重灾区 房仲业者也提醒 店面如果不信淹水 租金方面可跟房东先谈谈 在签约的时候 在附加条款 下大雨淹水的这个情况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在租金上 做一些减免 我为了淹水的事情 我一个礼拜我没有办法营业 那我可能是不是一个月的租金 我可以扣掉一个礼拜的这个租金 每一季节 台风灾损不可预测 不妨花点小钱 帮心爱家园多 买层保障 东森腾 新闻成本刘子腾 综合报道 当下起暴雨的时候 这个时候车主也很担心 爱车泡水要如何防范 专家就说 如果已经在淹水的状态 建议车速要放慢到40公里以下 避免水花溅起来 如果不剩泡水了 也千万不要慌 先关闭冷气 再来启动引擎 慢速离开淹水区 暴雨席转台北 一台台车 轮胎一半几乎浸在水里 员工赶紧忙着一车 另外这是在关渡的 滨市展示中心 就怕这30多台新车 统统成为泡水车 像这样子的烹沱大雨 最怕你的爱车淹水 或是泡水 要怎么防范跟自救呢 达人来找你 如果有在淹水的状态 建议上你的速率 最起码就放在40以下 进气系统去吸到那个水 反而是吸到引擎里面 对整个引擎系统就损坏掉了 原来车子最怕像这样 就一下开快车 水花就直接溅到引擎里 造成损害 因此车速放慢 是初步防范方法 但如果不幸 泡水高度达 轮胎四分之一 也不要慌 只要关闭冷气 再启动引擎 慢速使离淹水区 如果太严重 灭顶了 各大车厂也有救援方案 现在造成车辆的一个受损的话 那我们的一个维修的部分 都有零件八折的优惠 除此之外 要如何一眼看穿是否为淹水车 也有简单的小沛 一进去之后就闻它的霉味 我手伸进去随随便便乱摸一下 一伸出来你就会有一些 有的没有的泥巴的时候 这个车就是百分之百的有泡过水 匕首并用就怕爱车泡水 防范自救很重要 不过严不严重 恐怕还是得靠专业的拆解检测 东森采集新闻 张军师潘一泉 综合报道 还有一种状况 也是盐水 而且要是在车内已经开始进水的话 其实这车主还有乘客 有黄金20秒可以逃生的 而且还要有顺序 另外如何来防止爱车泡水 能够快速充气的汽车救生艇 也可以帮上大忙 豪宇来袭 若是向这辆计程车几乎要灭顶 您就得抓紧逃生的黄金20秒 前座的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 打开车窗逃出去 接着后座乘客 得赶紧爬到前座逃出 这些动作得在20秒之内全数完成 若是车内有小孩驾驶边开车窗 副驾驶座边将小孩先爆出 所有人都要由驾驶车的车窗来逃生 时间也只有21秒 但防患于未然 爱车怕泡水看着招 帆布袋放在地上将车子开到上头 冲气管接上排气孔 这次发动利用废气冲气 就成了一艘汽车救生艇 郝宇来袭还是事先做主准备才能让人车都安全 不过好大雨来袭却也成为了防水沙包业者他们赚钱的好时机 现在还推出了一款叫做防洪版 只要20公分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煮起一道40公尺的防水长城 水越多这个防水墙还就越稳 另外还有台湾业者研发出了一款科技沙包 最高一天就创下了20万的营业额 好雨就像用到的 车子泡水家当遭殃 全台灾情不断 却有业者正好相反 大赚暴雨才遇水则发 你没看错要防暴雨肆虐 竟然只要出动两个人 可别少看这厚度不到两公分 重量3.5公斤的防洪版 20分钟就能轻松煮起一道40公尺的防水长城 一次最高就能挡下50公分积水 也能重复使用 不过像这样的防洪版 价格几乎是传统沙包的100倍 现在也有台湾业者研发出科技沙包 售价也不便宜 0.3公斤加后布置布 泡进水里不到三分钟的功夫 膨胀成20公斤的防水沙包 同时订购1000多个 然后分到北中南所有的分行去做使用 101高铁北市府都是客户 比起传统沙包塞沙时容易让环境脏乱 还只能一次使用 科技沙包藏的是吸水性高的分子 可重复使用三次以上 到台风季节的时候 大概会成长到10倍 那单日的话最多是卖到1000个 使用后的沙包要在通风处 风干三到四周后才会恢复原状 但沙包业者单日营业额 最高人上看20万元 把洪水危机化为滚滚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的这张博祥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看 市面上的这一种科技沙包 不同于传统的装沙土的沙包 科技沙包重量不到0.3公斤 泡水之后才会膨胀 变到20公斤 而且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也成为了各大企业的采购商品 虽然价格贵了有三倍 但依旧卖到取货 台风夹带着大量雨水 你担心家里会淹水吗 现在就有这一款0.3公斤的 加厚布织布 只要丢到水里面三分钟 就能够膨胀成20公斤的防水沙包 泡在水里的沙包 用手浆布织布上下搓揉 加速沙包吸满水膨胀 实际与传统沙包比一比 科技沙包使用吸水性高分子 传统沙包则为沙石容易让环境脏乱 且只能使用一遍 科技沙包可以重复使用三次以上 但一个要价200元 比传统沙包贵上三倍 缺点是遇到盐汇分解 不适用于海边或是海水倒灌地区 到台风季节的时候 大概会成长到10倍 那单日的话最多是卖到1000个 预防台风带来的淹水 洗水沙包在旺季 单日营业额上看20万元 连国内企业也背着防灾 统一集团台北一领一 台湾大哥大高铁 强容航空北市府 都使用沙包防水灾 有一间银行 它就是同时订购1000多个 然后分到北中南 所有的分行去做使用 想彻底防淹水 必须要让沙包紧密接触 就像堆砖块一样 一层一层往上堆叠 使用后的沙包在通风处 风干三到四周 会恢复原状 如果不再使用 可以泡盐巴脱水 或是当成植物保水剂 不让台湾坏了中秋烤肉兴致 事前防灾准备 就必须要好好做 东森财经新闻 蔡惠君余嘉豪 台北新闻报道 新闻广角近单元 每个礼拜带观众来 深入分析热门的新闻时事 观众要收看更多内容 还可以手机下载 东森新闻每周APP 随时随地来收看 7 6 7 7 8 7 9